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和妈妈和哥哥三个人住在新界 小时候我和哥哥都在这附近上学 是的 以前妈妈在市区上班 来回加密也要两个多钟 小时候我和哥哥都很想着他 不过钱慢慢的 没办法啦 现在我们大了 我和哥哥出市区上班 家里赶到钱就松动了 如果在全屋都搬近市区 就算给多一点租都没问题 只可以快点回家也赚回啦 我住在这里几十年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 臭打几个吧 只要在附近那里套衣服 我现在退休了 那你现在担心些什么 我现在也没什么担心的 什么 多个钱旁生就好了 大了手就好 那你住远一点行不行 搬远一点 不要紧 进去有时间都很紧张 又可以两元搭车 多都是那句 最好多个钱旁生好的 两位 现在有个方案 可以达成你两个的愿望啦 是 诗子山学会有个方案 就是 你肯出额外每月的租金 跟着政府扣起一半后 那份给你 你觉得出价可接受 就可以交换单位啦 最少为期一年 过了一年之后 你两个有一方想还原 三个月通知 就可以还原的啦 哇 那我就可以省很多时间 太好了 那我又可以多个钱旁生 真的 阿哥 你干什么哭啊 是开心事来的 我好滚动啊 哈哈 不过有此情此境 都不用哭了 张丁梁局长 想想它吧